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美国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就是大报 大报就是那些在美国不是花边新闻的报纸 而是美国的精英 美国上流社会 美国的白领 美国资本家 美国金融资本家 美国精工集团 他们都看的那种报纸 美国大学教授看的报纸 最近关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问题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有没有战略误判的问题 最近有一期文章 比较代表性的是纽约时报的文章 你在这里边就能看出来 这两党关于对待中国 这种战略问题 它是有一样的地方的 比方说 在要跟中国过不去这件事情上 他们一致 他们是一致 他们有内斗 他们一致 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简单的结论 那就是说 无论是谁上台 在战略上要打压中国 围堵中国 敲诈中国 把中国搞垮 与中国人民为敌这一条 我告诉你 没有大的变化 他们两党在这一点是一致的 但是在策略上 在战术上 那当然是有差异的 对不对 拜登和特朗普就不太一样 第二呢 是 这个 最近 民主党 他们对待特朗普的一个做法 普遍表示不满意 哪个做法呀 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公知的力量 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 为什么呀 断了狗粮了 特朗普呢 对待中国公知 虽然也希望他们起到作用 但是特朗普一看 那我给你发了这么多年的钱 你没有什么成绩呀 保护了这么多些人 没取得什么成绩呀 所以不是太满意 那民主党就认为 你不满意 你说你现在采取的这个办法 让中国公知 在中国的日子不好过 这件事 是不是你的一种战略上的失误啊 特朗普承认不承认 我们不知道 但是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 对特朗普执政当局多有批评 这是真的 还有一个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共和党的批评当中呢 那词就多了 那一片一片的论证 但是呢 说来说去 我觉得得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 那就是说你打压中共 要把中共和人民分离开来 这件事 他发现这事很难 你说的是打击中国共产党 但是得到的结果 你损害的是整个民族 中国 中国国家的利益 让老百姓 让民企 让整个中国国家利益受损 所以人民反倒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了 民主党的人问特朗普说 这难道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难道你这还不是一种战略失误吗 民主党也罢 共和党也罢 他们对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 这种呢 邓小平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事情 非常害怕 比方说芯片的问题 他们从上游打压华为 打压中兴 对中国的企业 他们试图从上游芯片全产业链 把中国产业打垮 但是你知道美国最忌惮的是什么 两党在这一点没差异 他们看的都很清楚 那就是中国呀 举国体制集中力量 他们就害怕中国举国体制发挥优势 把芯片那个东西整个给它造出来 中国现在有这个苗头没有 有 困难有没有 有 能不能造出来 反正至少美国人很害怕中国人造出来 还有 这两党都瞄着中国的一类企业过不去 哪类企业你知道的 国企 中国的国企 美国人看着运气 这两个政治集团 在野的 在位的 他们都跟中国过不去 所以中国的国企 如果在改革过程当中 做大做强的 是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 是眼睛里窜火的 他们普遍说民企的好话 但是美国执政当局现在对中国企业的打压 也包括民企在内 我问你华为什么企 我问你TikTok什么企 我问你大疆是什么企 所以美国打压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有人已经试图说打国企 我没事 你怎么知道你没事 美国加了25%的关税 而且层层涉件 你去收购一个美国企业试试 只要你扎了中国的背景 那就在他的打压范围之内 当然美国两党 他们对于中国的国企 那是避之于死地而后快 你分析最近民主党 对于共和党的那些批评当中 你还可以发现 这两党他们另外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他们一方面说 你的改革开放没有走我的路啊 你没有按照我的设计来啊 你没有按照我的顶层设计来 你的这种设计应当是按照我的路子走的 你没有走啊 我不满意 我们美国人民非常不高兴 其实他们也不代表美国人民 而是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 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 中国在美国如此打压之下 反复强调 并且一再以党的最高决议的形式 表现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 是美国人的噩梦 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这两党在这一点上认识也是一致的 还有一条 那就是无论是共和党民主党 他们都害怕中国人的民主主义情绪高涨 他们说啊 他们打击的是独裁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爱国热情高涨 赵立坚说啊 蓬佩奥你一说话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就起来了 这是真话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看穿了 是美国人不想让中国人过好日子 隔壁往南的一再说这一类的话 中国老百姓对此有朴素的认识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 讲了一个更有趣的事情 说特朗普啊 现在你们这个做法带来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那些呢 多少年来跟着我们指挥棒转的那些 被中国人称之为公知的那些人 这当然不是他们的原话 我只是意义啊 翻译一个大概的意思 意思说中国那些跟着美国指挥棒转的那些公知 现在有一些人也转变立场了 共和党 民主党警告共和党 老小贼 你们小西夜 你们这个做法很不对啊 这叫对中国形成了战略误判 跟大家讲一个背景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 我们今天都认为是特朗普上来之后呢 特朗普不靠谱 一顿王八权 胡伦啊 把中美关系弄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当然你说的是事实 但是美国把中国锁定为对手 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调整之势啊 勒紧枷锁 要把中国这样 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 早就开始了 比较明显的形成特点的形成战略的是奥巴马的后期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不是束缚手脚而是要握住中国的咽喉 勒住中国的搏颈 这是奥巴马后期就已经开始了 第一是中国 所以我们现在呢不是美国大选吗 谁上台谁上台 我告诉你 谁上台都一样 我甚至认为谁上台都会有一个战略调整 特朗普也得有个战略调整啊 如果你想割韭菜 如果你还想割韭菜的话 我不论你强调割韭菜的意义 重要性在你的那些目标当中排序降到了什么位置 只要你还想割韭菜 那么好了 你总得做一个战略调整吧 割韭菜总得有个割的状态吧 对不对 像现在这种把一切打乱 胡来不断制造紧张空气无敌 现在做法一定会有个调整 那当然拜登那就更不用说 也会有一个调整 美国民主党最近的连煮炮式的对共和党的 对中国的战略提出一些批评 我仔细看了一些东西 我发现他们在一个观点上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认为以蓬佩奥为代表的 对中国这种极限施压 高端施压 恶狠狠的铁木演说式的做法 这种轮王不全的三板斧的做法 代之以三个字 持久战 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国家 彻底打败美国的在业党和执政党 他们都意识到了 绝非一朝一日之功 他们也准备长时间的施压 这和我们的一些战略一派是很接近 最近纽约时报一篇很长很长的大文章 这篇大文章里面批评特朗普政府 认为特朗普对中国有几大战略误判 第一大战略误判就是说 认为接触政策的失败 美国没有改变中国 这个误判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建立新的对华政策的关键 这是第一个战略误判 就是不承认以前的事了 认为以前的政策全是失败了 民主党认为你这过去啊 你可以理解新总统上来 对上届总统呢 持否定态度 但是你认为尼克松以来这么多年 差不多半个世纪 对中国的接触全失败了 相当于你你你你你犯规了 你破坏了美国的政治规矩 你推翻积木一层 可以啊 两层也还可以理解 你一下把若干总统自尼克松以来的 与中国接触的所有的成绩积木一脚踏翻了 民主党认为这有点过啊 这有点过 这个呢有点不那么合适 民主党认为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的第二个战略误判呢 就是认为特朗普高估了中国的实力 也就是高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实际挑衅 这个民主党呢 多半都是一些被称之为美国左派的人 他们呢说中国虚胖啊 他们呢抓到了一个数字 就是前一段时间呢 大家议论的比较多的 说中国还有呢 六亿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块钱 这件事被这个民主党抓到了 还有呢 说中国你老强调扶贫 就说明那扶贫是你的大问题啊 中国还这么群 所以中国没有能力挑战 还有呢 民主党有个判断 说中国呀 在这个所谓的文化价值方面呢 还有同盟体系方面的这个软实力 与美国差不多 所以呢 特朗普现在在这个事情上是有 是有这个误判的 误判就是他过高的顾及了中国的实力 啊 还有呢 他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呢 还有第三个战略误判 特朗普认为啊 现在呢 中国是个扩张性的政权啊 啊 那现在呢 他要在全世界搞共产主义 民主党没用冷战这个思维这个词 但其实呢 批评特朗普说你这冷战思维 中国现在看呢 虽然还是个列宁主义的政党 但是他并没有啊 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这个念头 所以特朗普政府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 虽然强调列宁的建党原则 但是今天的中国呢 他不是你所说的什么进攻现实主义 注意啊 这个词非常非常重要 他不是你所说的什么进攻的现实主义 而是一个你看到的中国的这种行为 最多是以进为退 就是说 中国呢 本质上不是一个好战的扩张的政权 不是扩充共产主义 所以蓬佩奥扎牙舞爪 说那个东西啊 他没有道理啊 不能这么认为 民主党 不是刚开完大会吗 民主党 共和党都开了大会 大会总得有一些共识啊 我们只注意到这个民主党删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这一条啊 没有对他其他的一些主张和形成的共识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 实话说 我虽然胡同老头这外语不行啊 但是呢 我还可以借助工具 我看美国的一些东西 我还是看的比较认真的 对吧 而且我认为 民主党删去了一个中国原则党纲当中的话 你得做这样的看法 第一这个党纲对于谁执政 所以执政以后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约束 第二 拜登呢 谈中国很少 我把这一条一改 我堵你特朗普的嘴 你要这么去看 可是在民主党大会形成的共识当中 对共和党的另外一条批评是什么呀 就是所谓的共和党对中国的第四条误判 他没有区分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所以说你打你打压中国的同时呢 你打压了民营企业 对不对 你打压中国的你那些做法 在南海的在香港的在台湾的啊 什么在人权问题上的 你激起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 那你这种做法对美国不利啊 民主的民族的中国和共产的中国 这个纽约时报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证 这事难整啊 东北人说 咋整啊 他他完全是在一起啊 对吧 你没法把它分开 用我们的话说 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 用毛主席的话说 中国今天变了 中国今天呢 是组织起来的中国 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 这个组织当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 那现在你要分开怎么分呢 民主党那些人致力于在中国搞颜色革命 对吧 希望什么花 什么花在中国街头能开放 那个时候没做到 今天发现特朗普这个做法也不行 蓬佩奥那个做法呢 除了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之外 没有用 他们认为对中国应该精准打击 但是怎么一个打法 他们也不知道 相反 他们说 特朗普这个做法呢 实际上是把特朗普当局 对他的治理的失败呢 归促于美国呢 对中国遏制和围堵 另外一方面呢 他自己的事没做好 你甩锅给中国 你这个不加任何区分 你做的这种做法 不但没有达到效果 而且还让一些中国的公知 他们也日子不好过 本来这些公知 他们用了个词 叫做处于休眠状态 现在呢 这些公知 美国这个美国的报纸 说中国公知的时候 当然不用这个词 他们用的是民主自由力量 现在应当把这些人激活 哎 说到这儿啊 我觉得美国的民主党的这个意识形态 特别强调中国公知的力量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当然就应当对这些公知 共重视 对不对 怎么个重视法 铲除第五纵队啊 那还有啥说的 对不对 因为有人扬言啊 因为有身份的人扬言呢 因为还在党内的某一个啊 自称我就是共产党员 我就是不退党 但是共产党执政不合法的 北京大学的某著名教授扬言 他们要用理应外和内外夹击的办法 在中国搞 严死革命 我觉得人家话说那么明白了 这边话说这么明白了 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呀 他们反对我们这个体制 我们就要巩固这个体制 他们要把党和人民分离开来 我们就要不忘初心 把这种血肉联系弄到呢 坚不可破 他们反对我们搞国企 我们就要做大做强国企 他们要动用公知的 休眠的公知的力量 大家听见声音没有 叮叮叮一叫时间到了 就说到这 下期见